晚晚啊,你还不知道吧?你表弟远考到你们家附近的那所重点高中了,妈想着你们那边的学区房那么贵,你舅舅家也负担不起,现在既然你这里有现成的房子,那不如你表弟住到你家去吧。 妈,这天一大早,我还没醒呢,就接到了妈妈打来的电话。什么?妈妈这一句话,直接给我吓醒了。我表弟王远,从小学起就是远近闻名的学校混子,别说好好念书了,一天不打架斗殴,舅舅舅妈都得烧香拜佛。妈,您别开玩笑了,王远那水平,别说重点高中了,怕是连普通高中都够呛吧。 我满心狐疑地问道,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一听我数罗王远的不是,妈妈当即就不高兴了。我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她现在铁定正在电话那头翻白眼。算了算了,反正妈原本也没想瞒着你远能上这个重点高中,确实是你舅舅托关系找人,花了二十万才进去的。 二十万?根据我对我那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坑姐姐最是一把好手舅舅的了解。 别说是二十万了,怕是就连两万她都拿不出来。 妈,你跟我说实话,这二十万到底是哪儿来的?我压低眉心,语气严肃地问她。 妈妈却不耐烦地选择了回避这个问题,老大不满地质问我。 行了行了,这钱哪儿来的跟你也没关系,你就说,能不能让远去你家住吧? 我叹了口气,没再问下去。 其实不问我也知道,她肯定是又拿爸爸留给我们母女俩的遗产,去贴补舅舅家了。 这房子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得跟健身商量一下。 行,那你赶紧跟健身商量。 商量好了,马上给我打电话,我好去定跳。 说这句话,妈妈就直截了当地挂断了电话。 我无奈爬起身,将表弟想来我家借住的事情告诉了老公。 没问题呀,来呗,大家亲戚一场,总不好把人拒之门外不适。 反正她一小孩,还能翻了天不成。 心大的老公,满口答应下来。 我直接给妈妈回了电话,得到肯定的答复。 向来对我不假磁色的妈妈,一口一个孝顺女儿,乐呵呵地夸了我两三句,才挂了电话。 可我和老公谁都没有料到。 我们惦记亲戚情分享帮他们一把,最终换来的却是他们的贪得无厌。 两天后,妈妈还有舅舅一家,风尘仆仆地登门了。 他们大包小包进了门。 舅妈就大呼小叫地把我家转了个遍,就连我和老公的卧室都没有放过。 月儿,快来跟表姐表姐夫打招呼。 舅舅笑咪咪地,把王远往我面前推了推。 可满心满眼只有游戏的王远,不仅对舅舅的话置若罔闻,连看都没看我们夫妻俩一眼, 直接穿着他那脏兮兮的球鞋进了客厅,屁股一歪,摊到沙发上,甚至还把脚踩到了茶几上。 他的这通造作,直接把我和老公看了个目瞪口呆。 哎呀,我就说我们月儿从小就跟他表姐最亲,我没说错吧? 舅舅得意洋洋地开口,感情在他们看来,王远这没素质的行径,原来是跟我亲近的表现。 眼见妈妈也十分赞同地点点头,我还是忍住了。 你们家桥着挺大,怎么看来看去只有三个卧室啊? 转悠了一圈的舅妈,最终回到客厅,有些嫌弃地冲我问了一句。 我当下也没反应过来。 疑惑地看向舅妈,怎么? 难道月儿一个人还得住两间房,舅妈立刻不满地嚷嚷起来。 嫂子,你来之前不是说,晚晚这房子够大,咱们全来了都住得下吗? 我和有助可是把行李都带来了,你可比跟我说,我俩还得再打道回府。 什么?他们一家都要住下来? 就是啊姑妈,我可都跟同学们都把话放出去, 我是要去大城主住大房子的,你可不能让我丢这个脸啊。 估计是打完了一把游戏,王远也忽然囊囊了起来。 看着他混不吝的模样,我真是想直接给他一个大耳瓜子。 我震惊看向妈妈,却见她望着我的目光,居然也带了几分不满。 晚晚,当初不是你跟我说? 你跟健身在上海买了大房子吗? 这就是你口中的大房子,怎么才三个房间? 那妈跟你舅舅舅妈住哪儿? 当初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可是半句都没提,他们都要住进来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妈,您跟我说的,只是小远来我家借住,要知道您和舅舅舅妈都要来, 那我肯定建议你们直接在附近租房住啊。 租房?租什么房? 你这孩子眼里还有没有长辈? 妈和你舅舅舅妈千里迢迢来看你,你就让我们去外投租房子住。 再说了,这学区房旧的房租多贵啊? 你舅舅哪能负担得起? 我看你就是存心要让妈在你舅舅舅妈面前丢脸。 妈妈顿时急了眼,劈头盖脸,就给我一顿训。 我刚要反驳,老公就拉住了我,他冲我摇摇头,示意我不要冲动,见我不吭气。 舅妈的气焰顿时变得更加嚣张。 她十分不见歪地往沙发上一坐,翘着腿就开麦了。 嫂子,你可是答应过我和有助的,我不管,你今天必须把这事给我们解决了, 远只眼看着就要开学了,可耽误不起。 舅舅也老大不满地帮腔。 是啊姐,你可不能把我们骗来了,就不管我们一家死活了呀。 说吧,她在舅妈身边坐下,摆足了一副无赖像。 宝贝弟弟发了话,妈妈顿时就看我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起来。 要不这样,妈妈以止气使对我说,反正你何见,身挣得多不差这两个钱, 要不你们一家三口出去租房子住,那这三个房间妈和你舅舅舅妈,还有远就够住了。 妈妈在前冲锋陷阵,当然少不了舅舅在后山峰点火,就是,反正你们家也就一个丫头骗子。 这学区房,你们住着也浪费不如直接让给你表弟,远可是我们老王家的独苗苗, 你这个当表姐的可不能小气啊。 我直接气了个养岛,他们说的这还是人话吗? 妈,难道我们夫妻俩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这里是我家,凭什么我们一家要搬去外面住? 我再也忍不下去,直接吼了出来。 她可是我的亲妈,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可我的大吼不仅没让妈妈改变主意,反而还让她拍着腿开始哭天枪地。 孩子她爸,你可睁开眼看看吧,你这好闺女才出来几年啊,就完全不把我这当妈的放在眼里了。 我还不如当初就跟了你去,也好在现在还得受她的气啊。 我,我刚要再说什么,老公就直接把我拉到了她身后,她先是用眼神安抚了我。 随即才看向妈妈,小远要上高中身边确实不能没有父母陪着。 这样,反正我爸妈那边房子大,刚好够我和婉婉还有可可住过去,妈您就和舅舅舅妈安心在这儿住下。 我目瞪口呆地看向老公,我以前只知道她脾气好,可没想到她的脾气居然能好到这个地步。 不是,这是咱们的家,凭什么要让给别人住啊? 我试图让老公改变主意,可她显然主意已定,根本不听我的话,反而还又把我往身后推了推。 奈何我身材瘦弱力气小,硬是没扛过她。 老公这话一出,妈妈还有舅舅舅妈果然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妈妈甚至还亲热地拍了拍老公的肩膀,顺势还狠狠瞪了我一眼。 看吧,这家里呀,啥时候都得有个男人做主。 好女婿,妈领你这份心意了。 老公笑了笑,俩人活脱脱一副母慈子笑的画面。 舅舅和舅妈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两人都用一副如此可教也的表情看着老公。 显然对老公的实时务不能更满意了。 我气到眼前发黑,恨不能当场把这房子里的所有人都赶出去。 还生气呢? 坐上老公的车,开车去往公婆家的路上,我也就气得不想跟老公说话。 趁着等红灯的空挡,老公无奈地揉揉我头顶,打去我。 她好歹是你妈,难道你还真为了这个房子,跟你妈闹到翻脸呢? 行,也是怪我,当初没跟她说清楚家里的情况。 否则今天的事情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老公,你不知道,我妈就是个纯纯的伏地魔。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事无巨细地跟老公讲了,从我记事起。 妈妈是怎么哄着逼着当年还没过世的爸爸给舅舅买车买房,帮他张罗结婚? 又是怎么在爸爸去世后挖空心思,将爸爸原本留给我的财产,分批分次亲手送到了舅舅家。 听完我对妈妈和舅舅的控诉,老公果然彻底傻眼了,可能在他短短三十年的人生履历中,还从没见过这样的奇葩。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他们住进咱家了吧? 看着老公追悔莫及的表情,我又一个气不打一处来,更不想理他了。 那咱们以后可怎么办? 老公无奈问我。 我仰天长叹,等着看吧,以后的麻烦不会少了。 我一语成衬,等我两天后因为不放心,打算回家看看,就发现我家的门锁居然被换掉了。 我耐着性子敲了足足五分钟的门,才等来舅妈给我开门,家门刚一打开。 晚晚他肯定也不是有心的就是一时冲动了才推的我,你就别孩子计较了。 我醋眉看向笑得一脸宽容大肚的舅妈,只觉跟之前突然判若两人的她,肚子里指不定又在酿什么坏水。 有了舅妈的这一打岔,妈妈果然眼其息骨,没再继续揪着刚刚的问题不放。 她没好气地弯了我一眼,又像没事人似的跟我说。 你今天来得巧,刚好我跟你舅舅有事要跟你说,这样,你现在给健身打个电话,让她赶紧过来。 你跟舅舅,我怀疑地看看妈妈,又扫了眼站在旁边,笑得跟夺野菊花似的舅妈,你们想说什么? 为什么还非得健身也在场? 妈妈摆摆手,不耐烦道,让你打电话就赶紧打,哪来得那么多,为什么? 说话间,她又不满地瞪了眼我,才扶着舅妈坐下。 眼见妈妈一副油盐不尽的样子,无奈之下,我只能联系上老公,让她现在赶紧回家一趟。 可当舅舅和老公先后回来,妈妈当着所有人的面,理所当然说出一句。 这房子你舅舅家住得挺满意,你们小两口商量商量,哪天抽个空跟你舅舅还有远去烫房管局,把这房子过户到远名下吧。 我猛地瞪大眼睛,没忍住从沙发上谈了起来,可还不等我开口,舅舅就舔着个老脸说话了。 对,我这两天特地去周围考察过了,你这房子小区绿化好,地段也不错,除了门要打车,还是坐地铁,公交,都挺方便。 这眼看着远高中毕业上了大学,就该找对象了,说不得现在就得准备好房子,好方便,她以后结婚用。 我气到几乎说不出来话。 可他们却以为我不敢反对舅妈,又摇头晃脑着说起来。 对啊,我们远这一表人才的,将来肯定有大把的姑娘往上扑,现在就准备好房子,也省得我和她爸在折腾。 晚晚,反正你们夫妻俩挣钱厉害,不如就把这房子让给远,远心里肯定记你这个表姐的好。 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妈妈直接赞同道。 对,远可是老王家唯一一个男孩了,这老王家传宗接代,光要门眉的事,肯定是要落在远身上的。 妈虽然没本事,可你有本事啊,不仅年轻轻轻,就在这种大城市立住了脚,还买了这种好房子。 你爸要是知道了,保准也脸上有光。 妈妈嘴上说着夸我的话,可说到底,她也只是想通过这些话让我心软,好抢走我的房子。 晚晚,你到底只是个姑娘家? 整整五年,我和老公好不容易才攒够了房子的首付,新家住了还不到一个月。 舅舅竟然就舔着个老脸,上门来要房子了。 行,他们不是想要房子吗? 那我就一笔一笔都跟他们算个清清楚楚。 至于家电装修,看在大家亲戚一场的份上,我也不跟你们多要,凑个整给我五十万就行。 大钱。 只要钱到账,别说疼房子,就算立马去房管局过户,我都没有二话。 舅舅瞪大了他那双三角眼,以止气使地撇撇嘴。 晚晚,你这做人可得讲良心啊。 当年你爸没了,我这个当舅舅的事怎么帮衬你和你妈的,你就全忘了。 现在说话居然还这么没大没小,真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 说话间,舅舅又指着妈妈的鼻子阴阳怪气起来,姐。 这就是你嘴里鼎鼎孝顺的好闺女。 妈妈果然也生气了,她冲过来,在我背上狠狠拍了两下,不就是套房子。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小气? 我告诉你啊,立刻把房子给你舅舅腾出来,不然我可饶不了你。 攒钱的那五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舅舅不知道,妈妈却是一清二楚。 可她,居然不仅不帮我说话,竟然还一心指向着她弟弟。 不可能。 顶着背上火辣辣的疼,我眼泪不停在眼眶里打转,将满腹尾驱焰回肚子里。 其他的我都可以不计较,但这套房子,对我来说不仅仅只是一套房子,更是我的家。 我说什么都不可能把她拱手让人。 嫂子,来上海前你是怎么跟我家有助说的? 今天这房子方婉要是不让出来,那往后咱们两家也别来往了。 舅妈向来尖僧刻薄,更知道妈妈的软肋在什么地方。 果然,她这话一出,妈妈立马就急了。 方婉,你现在翅膀硬了是吧? 你弟上学要紧,你立马把房子让出来,别让两家闹得不好看。 不好看?我冷笑着看向妈妈。 亲舅舅为老不尊霸占外甥女的房子,这事说出去确实不好看。 啪!我这话刚出口,妈妈就二话不说抽了我一个耳光。 耳朵边是不断响起的嗡鸣声。 自从表弟出生,从小到大,但凡我跟他起了争执, 无论谁对谁错,在妈妈看来都肯定是我的错。 爸爸在世时,他好歹还有所忌惮, 就算要打骂,我也总会挑爸爸不在的时候。 可自从爸爸过世,他就再没有任何顾忌。 表弟撕了我的作业,是我的错。 表弟摔坏了我的化妆品。 是我的错? 表弟删掉了我的工作文件,还是我的错? 而他身为我的亲妈,每次都会站在表弟那边,对我这个亲生女儿非打即骂。 时间久了,他动手动习惯了,我挨打,也挨习惯了。 或许就是这样,才让他和舅舅一家愈发得肆无忌惮。 认为这么多年过去,我还是当初那个逆来顺受的小女孩。 你们说出大天来,这房子我也不可能让,除非你们把钱打给我。 我非快抹了下眼,把即将夺框而出的眼泪擦干净,捂着红肿的脸颊毫不退让地跟面前所谓的至亲对峙。 你个死丫头骗子。 我今天就替你那早死的爹好好教训教训你。 舅舅瞬间暴怒,二话不说,抄起墙角的条肘就要跟我动手。 妈妈此时也气狠了,甚至连装都懒得装。 只站在原地长须短叹地看着舅舅对我动手。 你们干什么? 沉默良久的老公,终于爆发了。 他身高一米九,又打小就被公公婆婆送去练散打,练出了满身剑子肉。 就舅舅这样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他一顿打五个不在话下。 老公一网起站,刚刚还叫嚣着要教训我的舅舅,立马消停了。 可他没动静了,舅妈见识不妙,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撒泼。 老天爷呀,睁开眼看看这没良心的东西吧。 当年我和你就供你上学,供你吃穿,不求你给我们养老送终, 只怕你将来有了出息,能拉你弟弟一把。 谁知道你现在出息是有了,可良心却没了。 早知道这样,我们夫妻俩当初就不该心软,收留你们孤儿寡母啊。 我们夫妻俩命苦啊。 月儿他奶呀,您当初闭眼前再三交代。 让大姐一定要帮衬有助,可现在才过去不到三年,大姐她就变了呀。 她送自己闺女对有助一五喝六。 完全不把我们夫妻俩放在眼里了呀。 舅妈拍着地哭天抹泪,舅舅站在旁边哀声叹气。 妈妈当下就急了,她连脱带拽地把舅妈从地上扶起来, 那双星红的眼睛再次瞪向了我。 就好像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而是她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 芳婉,我看你就是要逼死我。 妈妈歇斯底里吼了一声,紧接着又朝我扑了过来,伸手就要再打我。 幸亏老公眼疾手快,不等她扑过来,就好像定海神针一样, 站在了我和妈妈中间。 芳婉,你今天就给我句痛快话,这房子,你到底是给还是不给? 妈妈声嘶力竭地质问我,看着这满屋子名义上我的至亲。 却一心只想吸我血的吸血虫还有那个也曾对我呵护被制的妈妈。 不觉于耳的嘶吼声中,我自嘲地失笑出声。 晚晚,老公回头看向我,眼中是止不住地担心。 我深吸一口气,上前将她拉到旁边,面无表情看向客厅里的所有人。 妈,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早就想问你了,我究竟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如果是,那你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我? 为什么我明明没有做错任何事,在你眼中却始终比不上王远? 舅舅,你从刚进门起,就一直在说,当年是你收留了我们孤儿寡母。 可我想问问你,我爸在世的时候,给你们家买车买房的事,你们就全忘了吗? 我爸当年明明给我留了一套房当嫁妆,可我爸去世不到两天,我妈就硬逼着我把房子过户给了王远。 你说口口声声说,我没良心,可没良心的到底是谁? 你心里真不清楚吗? 舅妈,你说得没错,我姥姥当年去世前,确实说过让我妈帮衬你们家, 可就你这豪赌的烂酒鬼老公,还有你那回回考试全是道一,一门心思只想偷奸耍华的宝贝儿子, 别说我妈就是个普通人,就算她有千八百万的家产,怕是就不够你们一家祸祸。 一口气吐出这些,在我心里积压了多少年的怨气,我原本憋们无比的胸口都变得通畅了不少。 说完,我往后退了一步,颤抖着的手死死抓住老公的衣服, 给这群虎脚蛮缠的人下了逐客令,现在请你们离开我家,我不欢迎你们。 舅舅气急败坏地瞪向我,但碍于老公在场,他也在不敢提药教训我的事。 离开,方婉我告诉你,这房子你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不然他阴森森地视线, 从我的房子到我身上打量了遍,你不让我好过,那咱们就谁都别想好过。 老子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给我瞪着。 撂下这么勾狠话,舅舅就直接甩袖子,走人了。 妈妈看看舅舅,又用他惯用的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看向我。 方婉,我再给你一天时间考虑,明天上午九点,给我去房管局办过户手续, 否则,你以后也别认我这个妈了。 最后出门的是舅妈,她得意洋洋地扫了眼我的房子,满脸得意洋洋, 直到这三个全都出了我家家门。 我心头提着的那口气,才总算彻底放松下来。 我腿软地跌坐在沙发上,浑身发冷,脑袋到现在还在萌萌的, 老公紧紧搂住我,一个劲地叹着气。 老公? 靠在老公胸口缓了一会儿,我才觉得身上暖和了一些。 想起舅舅临走前的那英智的眼神,我心里却始终安定不下来。 总预感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这几天,你就继续带着可可在爸妈那边住, 我担心他们之后还会来闹, 咱们大人没什么,但可可还小,我怕他会被吓着。 老公当然不同意我的决定。 今天有他在,舅舅都想跟我动手, 那一旦知道他不在,舅舅的气焰起步就要更加嚣张了。 老公这么想着,也这么说了出来。 我沉沉叹了口气,我何尝没有这样的担心, 可现在,比起我自己的安慰, 我更担心我的女儿会因此受到什么不好的影响。 就这么定了, 你现在就回爸妈那边, 这几天都不要回来了。 老公临走前, 我满心不安地叮嘱他, 这段时间。 你一定要亲自接送可可去幼儿园。 一听我这话, 老公立马皱起了眉心。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们还敢对可可动手? 女儿是我们夫妻俩的命根子。 如果舅舅真敢对可可怎么样, 不用我说, 老公也一定会跟他拼命。 我叹着气摇摇头, 我不知道, 但他们一家向来违达目的不择手段, 咱们还是要小心为上。 所幸, 妈妈和舅舅他们, 并不知道我婆婆家在哪里, 否则, 照他们今天那架势, 说不准也要上门去闹得。 之后几天, 我照常上下班, 别说房管局了。 除了公司和家, 我甚至连平时会去的健身房都没有去, 每天一下班就回家收拾房子。 可让我意外的是, 之后一连四五天, 妈妈和舅舅居然都没再找上门来, 但我的心却始终落不到实处。 我了解他们, 无论妈妈还是舅舅舅妈, 都不是那种没达到目的就会收手的那种人。 他们肯定是在憋什么大招。 这天, 我早上刚起来, 眼皮就一个劲地条。 我心里忐忑地厉害, 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下午四点, 寂静的办公室里, 我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 晚晚可可不见了。 电话里, 老公的声音是从未有过的胶着与暴躁。 我顿时只觉天旋地转。 可可。 不敢耽搁, 我连忙收拾了东西, 跟上司请过假就往幼儿园赶去了。 我发誓, 如果他们真敢伤害可可, 我就是豁出这条命不要, 也一定要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等我赶到幼儿园, 园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老公铁青着脸坐在监控室, 一针一针查着幼儿园校门口的监控视频。 我刚走进监控室, 手机就叮咚一声, 来了条信息。 打开微信, 我和妈妈的聊天页面, 赫然正是可可正在睡觉的照片。 舅舅舅妈坐在可可左右, 目光猙獰地望着镜头。 照片下面, 还有妈妈的一句话, 想跟我宝贝外孙女团聚, 就立马把房子让出来。 我眼前一阵阵发黑, 要不是身边正好又把椅子, 怕是早就跌坐在地上了。 房子房子房子, 难道为了这套房子, 他们就要拿可可来威胁我吗? 晚晚, 回头看到是我, 老公立马起身来到我身边, 既愧疚又担心地扶住了我。 我颤抖着把手机递到老公面前, 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掉。 是我妈, 是他们带走了可可。 老公双手瞬间紧握成拳, 手背上青筋避线, 显然是被气狠了。 走。 我们现在就去接可可回家。 老公二话不说, 直接拉着我出了幼儿园。 驱车赶往舅舅家出租屋的路上, 我心里始终七上八下, 生怕妈妈下一秒就会再发一张 他们伤害可可的照片过来。 我真是想不通, 自己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这辈子才会有这样一个吗? 砰砰砰。 一风池电车赶到舅舅家, 老公赤红卓眼, 大不留心, 冲进那栋破败的单元楼, 捏紧拳头, 用力砸响面前的防盗门。 几分钟后, 屋子里传来舅舅那满是无赖语气的声音。 隔着防盗门, 他们在老公面前撑不起的嚣张气焰, 显然达到了新高。 好外甥女婿, 舅舅要的也不多, 等你们什么时候想好把房子过户给我们, 我什么时候就把可可给你们送回去。 网友住, 老公咆哮道, 你他妈把门打开, 不然可别怪我这个当晚辈的, 不给你们王家人留面子。 我眼泪已经流到停不下来了, 虽然早知道他们一家未达目的不择手段, 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他们居然会真的对可可动手。 我上前推开老公, 边拍门边向妈妈哭喊, 妈, 算我求你了, 你把可可还给我吧, 求你了妈。 我哽咽着, 除了这颠来倒去的几句话, 几乎再说不出其他。 我要爸爸妈妈, 我要爸爸妈妈。 突然, 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争先恐后涌出门外。 想到女儿无助哭泣的样子, 此时此刻的我, 简直连杀了这一家人的心都有了。 但可可现在还在他们手里, 我尽管有千般愁, 万般恨, 也都只能压下去, 想方设法把可可要回来才行。 我已经不知道拍了多久的门。 额头抵在门上声声气血, 妈, 可可是你的七脉孙女啊。 你就算不心疼我, 也该心疼可可吧。 我求你了, 把可可还给我吧。 妈, 当初可可刚出生的时候, 你也抱过她, 亲过她, 你看看她, 她现在正在哭着要爸爸妈妈。 妈, 可可就是我的命, 你就当放我一条活路, 行不行啊。 身旁的老公, 毅然怒不可遏。 网友住, 如果你再不开门, 我现在就以绑架勒索罪报警。 我看到时候警察来了, 你要怎么交代今天的所作所为? 还有, 如果你们胆敢伤害可可一根汗毛, 我这辈子都会跟你们死磕到底, 不信的话, 你们大可以试试。 我的哭求, 老公的威胁, 不断在这狭窄逼则的楼道中回荡着, 可屋里的人, 却好像对这一切都充耳不闻。 舅妈那刺耳尖刻的声音响起, 想要你们闺女好说呀, 只要你们答应把房子给我们, 等什么时候房子过户到我家远名下, 这孩子就立马还给你们。 说着, 舅妈又发出一声响亮的讥笑, 说到底也不过是个赔钱货, 还直当的你们在外头又哭又喊, 不过我看, 你家这赔钱货长得倒是挺好看, 我家远也挺喜欢这个小妹妹, 不如就把她远做个童养席吧, 我和远他爸也不嫌弃, 你们这赔钱货年极小, 晚晚啊, 你觉得怎么样呀? 什么? 听到舅妈这网顾人伦刚长, 突破人性下限的话, 我打从心底生起一股恶寒, 可可现在才四岁, 这个蛇胁心肠的女人, 居然敢生出这么恶心的念头。 我血瞬间涌到了脑子里, 网友住, 李桂花, 你们两个简直畜生不如, 你把门打开, 把我的可可还给我, 我再顾不上什么低声下气, 只想尽快把门砸开, 好把可可从这些无耻之徒手中抢回来, 晚晚, 你闪开, 老公把我从门前推开, 怒目远征盯住面前紧闭的防盗门, 下一秒, 砰, 一声巨响, 秀气斑斑的防盗门, 被暴怒之下的老公, 一脚踹开了, 老公龙行虎步, 冲进那臭气熏天的狭小出租屋, 气势逼人地直直朝着可可哭喊声传来的房间冲去, 刚刚还一个劲叫嚣的舅舅妈, 目瞪口呆看着倒下的防盗门, 终于像安纯似的缩起了脖子, 不敢再出声了, 你陪我家的门, 你陪我家的门, 他们不敢言语, 可被他们从小溺爱着长大的王远, 却根本没有任何看人眼色的本事, 电光火时间嘶吼着的王远, 把手里的劣质手办狠狠砸到了老公头上, 瞬间, 咸红的血液顺着老公的额头流了下来, 我心里一抖, 忙上前查看老公的伤势, 老公却缓缓推开我, 目光阴沉, 看向瘦得跟麻干儿似的王远, 本事不大, 脾气倒是不小, 我知道, 老公这是被气狠了, 他也是家里的独生子, 公公婆婆虽然从没有溺爱过他, 却也从没教过他在外受了欺负, 还要忍气吞声, 现在王远既然先动了手, 那今天的事, 就绝不会轻易不了了之了, 眼见老公一言不发朝着王远走去, 妈妈一声尖叫冲上去, 将比他还高出一头的王远抱在了怀中, 小秦, 远还是个孩子, 他, 他刚刚就是跟你闹着玩的, 你就, 你就别跟他计较了, 瘦弱的妈妈拦在老公面前, 声嘶力竭地护着他怀里的男孩, 恍惚间, 我甚至以为王远才是他的亲生孩子, 而我, 对他来说根本无足轻重, 甚至我老公被王远砸出了血, 在他口中, 也只是小孩子在闹着玩, 多可笑啊, 闹着玩, 老公也被妈妈气笑了, 他面无表情看着妈妈和王远, 几秒后深吸一口气, 回头看向我, 婉婉, 你觉得王远是在跟我闹着玩吗? 我冷笑着看向被妈妈护在怀里, 却仍旧一脸不服气的王远, 既然妈说他是闹着玩, 那应该就是了, 听到我这话, 妈妈瞬间就松了口气, 她知道, 老公一向最听我的我, 既然我都这么说了, 那老公就肯定不会再跟王远计较了, 对啊, 我就说远他肯定没有坏, 不过, 我打断妈妈理所应当的话, 咬牙切齿道, 他怎么跟你玩的你, 也怎么跟他玩一玩, 玩嘛, 当然是要有来有往才有去, 我这句话刚说完, 老公就冲着我露出个笑容, 紧接着, 他重新看向了难以置信的妈妈, 以及他怀里那摊本就浮不上墙的烂泥, 行, 那我就听老婆的, 老公置地有声应下, 强硬地将王远从妈妈怀里扯了出来, 下一秒, 他一拳砸在了王远脸上, 月儿, 舅妈疯了一样扑上来, 将被老公一拳垂到地上的王远抱在怀里, 哭得好像死了亲爹一样, 身为他们家的当家人, 眼见儿子被打, 舅舅当然也立马冲上了上来, 秦健身, 老子跟你拼了, 但舅舅错就错在, 以为自己会是老公的对手, 酗酒多年的他, 早已经被酒掏空了身体, 老公像拎小鸡仔一样抓住舅舅的衣领, 把他从地上拎了起来, 然后随手一摔, 就扔到了墙角, 有助, 眼见舅舅被扔到地上爬不起来, 妈妈尖叫一声, 扑倒了舅舅身边, 懒得再看这丑态百出的一家子, 我冲向了可可所在的房间, 妈妈, 妈妈抱抱, 女儿抽气着, 向我伸出了小手, 看着女儿哭得通红的小脸, 我瞬间泪如雨下, 扑过去将女儿死死搂紧了怀里, 我的可可, 小心翼翼将哭的嗓子都要哑了的女儿抱出来, 刚要和老公离开, 妈妈突然疯了似的拦在了我面前, 还妄图把可可从我手里抢走, 你个不笑的东西, 居然敢让你男人打你舅舅何远, 你要是不想让我从这楼上跳下去, 就给我把可可放下, 再立马跟你舅舅和远去房管局, 不然从今往后你就别再叫我妈了, 妈妈披头散发, 目光凶狠地盯住我, 如果说我刚刚在门外还对她心存稀计的话, 那现在我的心已经彻底凉透了, 好, 我死死抱着女儿, 落下一个字, 妈妈面色一喜, 她以为我再次被她威胁成功, 答应了要把房子过户给王远的事情, 可还不等她说出更多让我厌恶的话, 我就继续说道, 从今往后, 我们断绝母女关系, 说着, 我又厌弃地瞥了眼趴在地上的舅舅全家, 冷笑出声, 你们王家人, 最好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否则, 我不能保证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 说完, 我抱着女儿, 毅然决然转身离开, 离开舅舅家, 我先带着女儿陪陪老公去诊所包扎了伤口, 这才跟他们一起回了家, 可可今天受到了巨大的惊吓, 不仅片刻不离地要我抱着, 还不允许老公离开她的视线, 看着犹如惊弓之鸟的女儿, 我背从心中来, 眼泪再次不停掉落下来, 妈妈不哭, 女儿揉软之嫩的小手, 轻轻拂过我的脸, 擦掉我不断掉落的泪珠, 晚上好不容易哄着女儿睡下, 我和老公身心疲惫地坐到客厅, 四目相对无语凝掖, 依我看, 他们应该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老公捏捏眉心, 心烦意乱地开口, 我当然知道, 我今天离开舅舅家时, 也只是因为气狠了, 才会撂下那句狠话, 可我相信, 按照他们恬不知耻的程度, 肯定不会就此罢手, 晚晚, 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 你对你妈, 还有你舅舅一家, 到底是怎么想的, 老公握住我的手, 簇眉深深望向我, 我苦笑一声, 事到如今, 我还能怎么想, 一想到他们对可可生出那样恶心的念头, 我就恨不能把他们抽皮扒金, 听我提起这事, 老公的表情, 也一瞬间变得格外难看, 不过很快, 他看向我的眼中, 就浮起了心疼的神色, 行,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老公扶住我的肩膀, 郑重其事对我说, 晚晚, 让我们把这件事彻底解决掉吧, 即便老公不说, 早在知道他们为了抢房子, 把可可从幼儿园拐走之后, 我心里就也有了这样的念头, 我们夫妻俩一拍即合, 给可可在幼儿园请了半个月的假, 把孩子送去公公婆婆家后, 我和老公就分别行动了起来, 那天去舅舅家找可可时, 我虽然气昏了头, 却也没忘记留下他们绑架勒索的证据, 听完我是手机里的录音, 律师朋友对我这些奇葩亲戚简直叹为观止, 感慨过后, 律师朋友告诉我, 根据你提供的录音、 照片以及那条信息, 我可以确定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勒索罪, 不过, 他们的绑架勒索罪虽然成立, 但由于你们并没有实质上的损失, 就算你拿着这些证据去告, 他们应该也判不了几年, 律师朋友遗憾地摇了摇头, 而且你们从血缘上来说还是亲戚, 法院方面可能会酌情减刑, 但我却并不觉得失望, 只要可以确定他们的行为确实已经构成了绑架勒索, 那我就知道之后该怎么办了, 麻烦你了, 改天我跟健身请你吃饭, 律师朋友满不在乎的摆摆手,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回头如果要打官司的话, 只管来找我, 就当看在可可的面子上, 我给你们免费, 告别律师朋友, 我打电话联系了正赶往我老家, 收集舅舅赌博, 打架致人伤残, 王远在校敲诈勒索, 偷窃一系列罪证的老公, 至于妈妈和舅舅那头, 他们竟然到现在, 还以为我只是在吓唬他们, 居然还一天到晚打电话, 发信息, 说王远马上就要开学了, 让我抽时间赶紧把房子给他们让出来, 为了保留他们绑架勒索的罪证, 我忍着恶心没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删掉, 我的棱厨里显然更加激怒了本就愤怒的他们, 这天, 我刚下班, 就接到了妈妈打来的电话, 方婉, 你是不是真不想认我这个妈了, 今天就是我给你下的最后通牒, 如果你明天还不去房管局, 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 电话里, 妈妈的声音歇斯底里, 刺得我的耳膜生疼, 我苦笑一声, 反问她, 妈, 你真的有把我当作过你的女儿吗? 如果有, 那我怎么一丁点都没能感受到? 迎着夏日闷热的晚风, 我没忍住哽咽了一声, 这些年来, 你心心念念的只有你弟弟, 你侄子, 你们老王家, 你什么时候把我, 把我爸放在过心里? 妈, 我累了, 真的, 我不是我爸, 我现在也有我自己的家庭了, 无论你以后还认不认我, 我都绝不会再像爸爸一样, 继续纵容你们了, 吼完最后一句话,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可跟亲生母亲闹掰的阵痛, 却像潮水般向我席卷而来, 几乎将我淹没, 妈妈, 恍惚间, 我忽然听到可女儿的声音, 我连忙回过神来, 就见被婆婆牵着的女儿正乐呵呵地朝我伸出手来, 我小跑着冲到女儿面前, 将她紧紧抱在怀里, 女儿却像是什么都知道似的, 用她的小手轻轻摸着我头发, 揉声安慰我, 妈妈别哭, 可可会一直爱妈妈的, 听到女儿这句话, 我的眼泪瞬间决堤, 可我保证, 这是我最后一次, 为那个所谓的亲生母亲流泪, 老公的工作很快, 不过短短三天, 就收集好了舅舅和王远的罪证, 他们不是想要我的房子吗? 不是想让王远上重点高中, 指望着他以后飞黄腾达吗? 我倒要看看, 这么一个劣迹斑斑的学生, 晚上, 我边和老公整理他们的罪证, 编视频联系了律师朋友, 哟喝, 管儿啊, 你这舅舅和表弟可真是五毒俱全了, 除了杀人放火, 就没他们不敢干的事了吧, 看着他们犯下的累累罪证, 饶食我这见惯了大场面的律师朋友, 都忍不住嘖嘖称奇, 依照这些证据, 最多能判他们几年, 如果不是实在达不到死刑标准, 我甚至想让舅舅直接死在监狱里, 少说十年, 但如果他绑架勒索的罪名成立的话, 二十年也不是不可能, 律师朋友笃定地告诉我, 我缓缓吐出一口气, 嘴角终于有了笑容, 知道他不会有好下场, 我就放心了, 挂掉和朋友的视频, 我跟老公相视一笑, 从彼此眼中看到了解脱, 舅舅被警察带走的那天, 我和老公特意去围观了, 看着妈妈和舅妈, 剔头散发追在警车后面, 跑到鞋子掉了都来不及穿, 可最终还是狠狠摔在地上哭天枪地, 尽管有些冷漠, 我还是无法控制地大笑出声, 原本只要他们安安分分, 即便这辈子不能大富大贵, 也能安稳度过, 可他们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贪得无厌, 不该伤害我的可可, 一审宣判, 舅舅因为绑架勒索罪, 故意伤害罪, 聚众赌博, 恐吓勒索等一系列罪责, 恕罪并罚之下, 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二十二年, 他今年已经年近五十, 等二十二年后出了监狱, 也到了快入土的年纪, 在得知舅舅不服一审, 想要继续上诉的时候, 我和老公去了那所他们花了爸爸二十万遗产, 才终于把王远塞进去的重点高中, 说明来意后, 我们被带到了校长办公室, 贵校一向择忧而路, 我们真心希望, 您千万不要为了眼前的迎头小利, 就毁了整个学校的名声, 我将王远初中三年的所作所为, 全部摆到校长面前, 看着面前的累累罪证, 校长从怀疑到相信再到大惊失色, 最后他真心感谢了我和老公, 说多亏我, 才免了让这所全国驰名的高中, 轻欲被毁于一旦, 走出学校大门, 我跟老公对视一眼, 刚想说些什么, 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 打来电话的正是妈妈, 方婉, 你立刻找人脱关系,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要花多少钱, 一定要把你舅舅从里面捞出来, 即便到了现在这样的时候, 他对我仍旧是以止气使的态度, 花钱, 妈, 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我哪儿的钱去帮他平事儿了, 我不管, 妈妈歇斯底里着, 要是没钱, 那你就去卖车, 卖房, 我打听过了, 你那房子是学区房, 至少也能卖个一千万, 再不行, 还有秦健身他父母的房子, 我不管, 他可是你亲舅舅, 你必须救他, 不然我就从你家楼上跳下去, 让全天下人都看看, 你方晚就是个没良心, 没孝心的混账王八蛋, 听完了他的咆哮, 我才冷静地开口, 妈, 你该不会忘了, 你已经主动跟我断绝关系了吧, 再说了, 你那宝贝侄子还活着呢, 你真忍心抛下他去寻死, 你这个, 妈,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妈, 我打断他的乌言慧语, 没再给他骂我的机会, 你想要是想然你弟弟在监狱里过得舒服点, 以后就别再来招惹我, 不然, 我可不保证秦健身会做出些什么事来, 你知道的, 他人脉一向特别广, 监狱里可也有不少老熟人呢, 说完这句话, 我直接挂断电话, 然后把他, 还有王家所有人的联系方式, 统统拉黑, 删除,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想见到任何一个, 跟王家有关系的了, 他们的存在, 只会让我觉得无比恶心, 哇, 原来在我老婆眼中, 我居然这么厉害的吗? 老公夸张的语调在我耳边响起, 我挑眉看向他, 抬手勾住他的下巴, 怎么? 不行啊, 行行行, 老婆大人当然说什么都是对的, 老公温柔地笑着, 将我揽进了他怀里, 我们在盛夏的艳阳中拥抱, 庆祝我, 总算摆脱了狗屎一般的人生, 他们自说自话地啰嗦了大半天, 几乎把房子这事盖棺定论了, 才都顶着那张贪得无厌的嘴脸, 笑眯眯看向了我, 我深吸一口气, 张口吐出两个字, 好啊, 妈妈, 还有舅舅舅妈, 当即都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打死我也没有想到, 有朝一日, 我那个当伏地魔上瘾的亲妈, 之前拖累爸爸, 如今拖累我也就算了, 现在还把主意打到了我的房子上面, 看着面前几个人小人得志的样子, 我冷哼一声, 继续道, 这房子是我和我老公一起攒钱买的, 你们想要房子可以, 首付三百万现在就打到我卡上, 还有以后三十年, 每个月两万的月工, 你们可千万得按时还上, 不然到时候, 银行来收房子我可拦不住, 当初为了买这个房子, 我和老公每个月除了吃饭喝水, 哪怕是在出租房里用电, 都要竖着电表箱, 更别什么衣服包包化妆品, 我那是能省就省, 实在省不了的, 也挑最便宜的买, 整整五年, 我和老公好不容易才攒够了房子的首付, 新家住了还不到一个月, 舅舅竟然就舔着个老脸, 上门来要房子了, 行, 他们不是想要房子吗? 那我就一笔一笔都跟他们算个清清楚楚, 至于家电装修, 看在大家亲戚一场的份上, 我也不跟你们多要, 凑个整给我五十万就行, 大钱, 只要钱到账, 别说腾房子, 就算立马去房管局过户, 我都没有二话, 舅舅瞪大了他那双三角眼, 以止气使地撇撇嘴, 晚晚, 你这做人可得讲良心啊, 当年你爸没了, 我这个当舅舅的事怎么帮衬你和你妈的, 你就全忘了, 现在说话居然还这么没大没小, 真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 说话间, 舅舅又指着妈妈的鼻子阴阳怪起起来, 姐, 这就是你嘴里鼎鼎孝顺的好闺女, 妈妈果然也生气了, 她冲过来, 在我背上狠狠拍了两下, 不就是套房子,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小气, 我告诉你啊, 立刻把房子给你舅舅腾出来, 不然我可饶不了你, 攒钱的那五年, 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舅舅不知道, 妈妈却是一清二楚, 可她, 居然不仅不帮我说话, 竟然还一心指向着她弟弟, 不可能, 顶着背上火辣辣的疼, 我眼泪不停在眼眶里打转, 将满腹尾躯咽回肚子里, 其他的我都可以不计较, 但这套房子, 对我来说不仅仅只是一套房子, 更是我的家, 我说什么都不可能把它拱手让人, 嫂子, 来上海前你是怎么跟我家有助说的, 今天这房子方婉要是不让出来, 那往后咱们两家也别来往了, 舅妈向来尖酸刻薄, 更知道妈妈的软肋在什么地方, 果然, 她这话一出, 妈妈立马就急了, 方婉, 你现在翅膀硬了是吧, 你弟上学要紧, 你立马把房子让出来, 别让两家闹得不好看, 不好看, 我冷笑着看向妈妈, 亲舅舅为老不尊霸占外甥女的房子, 这事说出去确实不好看, 啪, 我这话刚出口, 妈妈就二话不说抽了我一个耳光, 耳朵边是不断响起的嗡鸣声, 自从表弟出生, 从小到大, 但凡我跟他起了争执, 无论谁对谁错, 在妈妈看来都肯定是我的错, 爸爸在世时, 他好歹还有所忌惮, 就算要打骂, 我也总会挑爸爸不在的时候, 可自从爸爸过世, 他就再没有任何顾忌, 表弟撕了我的作业, 是我的错, 表弟摔坏了我的化妆品, 是我的错, 表弟删掉了我的工作文件, 还是我的错, 而他身为我的亲妈, 每次都会站在表弟那边, 对我这个亲生女儿非打极骂, 时间久了, 他动手动习惯了, 我挨打, 也挨习惯了, 或许就是这样, 才让他和舅舅一家愈发得肆无忌惮, 认为这么多年过去, 我还是当初那个逆来顺受的小女孩, 你们说出大天来, 这房子我也不可能让, 除非你们把钱打给我, 我飞快抹了下眼, 把即将夺框而出的眼泪擦干净, 捂着红肿的脸颊, 毫不退让地跟面前所谓的至亲对峙, 你个死丫头骗子, 我今天就替你那早死的爹好好教训教训你, 舅舅瞬间暴怒, 二话不说, 抄起墙脚的条肘就要跟我动手, 妈妈此时也气狠了, 甚至连装都懒得装, 只站在原地长须短叹地看着舅舅对我动手, 你们干什么, 沉默良久的老公终于爆发了, 他身高一米九, 又打小就被公公婆婆送去练伞打, 练出了满身健子肉, 上前将他拉到旁边面无表情, 看向客厅里的所有人, 妈,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 我早就想问你了, 我究竟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如果是, 那你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我, 为什么我明明没有做错任何事, 在你眼中却始终比不上王远, 舅舅, 你从刚进门起, 就一直在说, 当年是你收留了我们孤儿寡母, 可我想问问你, 我爸在世的时候, 给你们家买车买房的事, 你们就全忘了吗? 我爸当年明明给我留了一套房当嫁妆, 可我爸去世不到两天, 我妈就硬逼着我把房子过户给了王远, 你说口口声声说我没良心, 可没良心的到底是谁, 你心里真不清楚吗? 舅妈, 你说得没错, 我姥姥当年去世前, 确实说过让我妈帮衬你们家, 可就你这好赌的烂酒鬼老公, 这几天, 你就继续带着可可在爸妈那边, 助我担心他们之后还会来闹, 咱们大人没什么, 但可可还小, 我怕他会被吓着, 老公当然不同意我的决定, 今天有他在, 舅舅都想跟我动手, 那一旦知道他不在, 舅舅的气焰, 起步就要更加嚣张了, 老公这么想着, 也这么说了出来, 我沉沉叹了口气, 我何尝没有这样的担心, 可现在, 比起我自己的安慰, 我更担心我的女儿, 会因此受到什么不好的影响, 就这么定了, 你现在就回爸妈那边, 这几天都不要回来了, 老公临走前, 我满心不安地叮嘱他, 这段时间, 你一定要亲自接送可可去幼儿园, 一听我这话, 老公立马皱起了眉心,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们还敢对可可动手, 女儿是我们夫妻俩的命根子, 如果舅舅真敢对可可怎么样, 不用我说, 老公也一定会跟他拼命, 我叹着气摇摇头, 我不知道, 但他们一家向来违达目的不择手段, 咱们还是要小心为上, 所幸, 妈妈和舅舅他们, 并不知道我婆婆家在哪里, 否则, 照他们今天那架势, 说不准也要上门去闹得, 之后几天, 我照常上下班, 别说房管局了, 除了公司和家, 我甚至连平时会去的健身房都没有去, 每天一下班, 就回家收拾房子, 可让我意外的是, 之后一连四五天, 妈妈和舅舅居然都没再找上门来, 但我的心却始终落不到实处, 我了解他们, 无论妈妈还是舅舅舅妈, 都不是那种没达到目的就会收手的那种人, 他们肯定是在憋什么大招, 这天, 我早上刚起来, 眼皮就一个劲地条, 我心里忐忑地厉害, 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下午四点, 寂静的办公室里, 我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 晚晚, 可可不见了, 电话里, 老公的声音是从未有过的胶着与暴躁, 我顿时只觉天旋地转, 可可, 不敢耽搁, 我连忙收拾了东西, 跟上司请过假就往幼儿园赶去了, 我发誓, 如果他们真敢伤害可可, 我就是豁出这条命不要, 也一定要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等我赶到幼儿园, 园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老公铁青着脸坐在监控室, 一针一针查着幼儿园校门口的监控视频, 我刚走进监控室, 手机就叮咚一声, 来了条信息, 打开微信, 我和妈妈的聊天页面, 赫然正是可可正在睡觉的照片, 舅舅舅妈坐在可可左右, 目光猙獰地望着镜头, 照片下面, 还有妈妈的一句话, 想跟我宝贝外孙女团聚, 就立马把房子让出来, 我眼前一阵阵发黑, 要不是身边正好又把椅子, 怕是早就跌坐在地上了, 房子房子房子, 难道为了这套房子, 他们就要拿可可来威胁我吗? 晚晚, 回头看到是我, 老公立马起身来到我身边, 既愧疚又担心地扶住了我, 我颤抖着把手机递到老公面前, 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掉, 是我妈, 是他们带走了可可, 老公双手瞬间紧握成全, 手背上青筋壁线, 显然是被气狠了, 走, 我们现在就去接可可回家, 老公二话不说, 直接拉着我出了幼儿园, 驱车赶往舅舅家出租屋的路上, 我心里始终七上八下, 生怕妈妈下一秒, 就会再发一张他们伤害可可的照片过来, 我真是想不通, 自己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这辈子才会有这样一个吗? 砰砰砰, 一风驰电车赶到舅舅家, 老公赤红着眼, 大不留心, 冲进那栋破败的单元楼, 捏紧拳头, 用力砸响面前的防盗门, 几分钟后, 屋子里传来舅舅那满是无赖语气的声音, 隔着防盗门, 他们在老公面前撑不起的嚣张气焰, 显然达到了心高, 好外甥女婿, 舅舅要的也不多, 等你们什么时候想好把房子过户给我们, 我什么时候就把可可给你们送回去, 网友住, 老公咆哮道, 你他妈把门打开, 不然, 可别怪我这个当晚辈的, 不给你们王家人留面子, 我眼泪已经流到停不下来了, 虽然早知道, 他们一家未达目的不择手段, 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他们居然会真的对可可动手, 我上前推开老公, 边拍门边向妈妈哭喊, 妈, 算我求你了, 你把可可还给我吧, 求你了妈, 我哽咽着, 除了这边来倒去的几句话, 几乎再说不出其他, 我要爸爸妈妈, 我要爸爸妈妈, 突然, 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争先恐后涌出门外, 想到女儿无助哭泣的样子, 此时此刻的我, 简直连杀了这一家人的心都有了, 但可可现在还在他们手里, 我尽管有千般愁, 万般恨, 也都只能压下去, 想方设法把可可要回来才行, 我已经不知道拍了多久的门, 额头抵在门上, 生生气血, 妈, 可可是你的七脉孙女啊, 你就算不心疼我, 也该心疼可可吧, 我求你了, 把可可还给我吧, 妈, 当初可可刚出生的时候, 你也抱过他, 亲过他, 你看看他, 他现在正在哭着要爸爸妈妈, 妈, 可可就是我的命, 你就当放我一条活路, 行不行啊, 身旁的老公, 已然怒不可遏, 网友住, 如果你再不开门, 我现在就以绑架勒索罪报警, 我看到时候警察来了, 你要怎么交代今天的所作所为, 还有, 如果你们胆敢伤害可可一根汗毛, 我这辈子都会跟你们死磕到底, 不信的话, 你们大可以试试, 我的哭求, 老公的威胁, 不断在这狭窄逼则的楼道中回荡着, 可屋里的人, 却好像对这一切都充耳不闻, 舅妈那刺耳尖刻的声音响起, 想要你们闺女, 好说呀, 只要你们答应把房子给我们, 等什么时候房子过户到我家远名下, 这孩子就立马还给你们, 说着, 舅妈又发出一声响亮的讥笑, 说到底也不过是个赔钱货, 还值当的你们在外头又哭又喊, 不过我看, 你家这赔钱货长得倒是挺好看, 我家远也挺喜欢这个小妹妹, 不如就把她远做个童养席吧, 我和远他爸也不嫌弃, 你们这赔钱货年极小, 晚晚呢, 你觉得怎么样呀? 什么? 听到舅妈这网顾人伦刚长, 突破人性下线的话, 我打从心底生起一股恶寒, 可可现在才四岁, 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居然敢生出这么恶心的念头, 我血瞬间涌到了脑子里, 网友柱, 李桂花, 你们两个简直畜生不如, 你把门打开, 把我的可可还给我, 我再顾不上什么低声下气, 只想尽快把门砸开, 好把可可从这些无耻之徒手中抢回来, 晚晚你闪开, 老公把我从门前推开, 怒目远征盯住面前紧闭的防盗门, 下一秒, 砰, 一声巨响, 秀气斑斑的防盗门, 被暴怒之下的老公, 一脚踹开了, 老公龙行虎步冲进那臭气熏天的狭小出租屋, 气势逼人的直直朝着可可哭喊声传来的房间冲去, 刚刚还一个劲叫嚣的舅舅舅妈, 目瞪口呆看着倒下的防盗门, 终于像安纯似的缩起了脖子, 不敢再出声了, 你陪我家的门, 你陪我家的门, 他们不敢言语, 可被他们从小溺爱着长大的王远, 却根本没有任何看人眼色的本事, 电光火时间, 嘶吼着的王远把手里的劣质手办狠狠砸到了老公头上, 瞬间, 咸红的血液顺着老公的额头流了下来, 我心里一抖, 忙上前查看老公的伤势, 老公却缓缓推开我, 目光阴沉, 看向瘦得跟麻嘎儿似的王远, 本事不大, 脾气倒是不小, 我知道, 老公这是被气狠了, 他也是家里的独生子, 公公婆婆虽然从没有溺爱过他, 却也从没教过他在外受了欺负, 还要忍气吞声, 现在王远既然先动了手, 那今天的事就绝不会轻易不了了之了, 眼见老公一言不发朝着王远走去, 妈妈一声尖叫冲上去, 将比他还高出一头的王远抱在了怀中, 小琴, 远还是个孩子, 他, 他刚刚就是跟你闹着玩的, 你就, 你就别跟他计较了, 瘦弱的妈妈拦在老公面前, 声嘶力竭地护着他怀里的男孩, 恍惚间, 我甚至以为, 王远才是他的亲生孩子, 而我, 对他来说根本无足轻重, 甚至我老公被王远砸出了血, 在他口中, 也只是小孩子在闹着玩, 他知道, 老公一向最听我的我, 既然我都这么说了, 那老公就肯定不会再跟王远计较了, 对啊, 我就说远他肯定没有坏, 不过, 我打断妈妈理所应当的话, 咬牙切齿道, 他怎么跟你玩的, 你也怎么跟他玩一玩, 玩吗, 当然是要有来有往才有去, 我这句话刚说完, 老公就冲着我露出个笑容, 紧接着, 他重新看向了难以置信的妈妈, 以及他怀里那贪本就扶不上墙的烂泥, 行, 那我就听老婆的, 老公置地有声应下, 强硬地将王远从妈妈怀里扯了出来, 下一秒, 他一拳砸在了王远脸上, 月儿, 舅妈疯了一样扑上来, 将被老公一拳锤到地上的王远抱在怀里, 哭得好像死了亲爹一样, 身为他们家的当家人, 眼见儿子被打, 舅舅当然也立马冲上了上来, 秦健身, 老子跟你拼了, 但舅舅错就错在, 以为自己会是老公的对手, 酗酒多年的他, 早已经被酒掏空了身体, 老公像拎小鸡仔一样, 抓住舅舅的衣领, 把他从地上拎了起来, 然后随手一摔, 就扔到了墙角, 有助, 眼见舅舅被扔到地上爬不起来, 妈妈尖叫一声, 扑倒了舅舅身边, 懒得再看这丑态百出的一家子, 我冲向了可可所在的房间, 妈妈, 妈妈抱抱, 女儿抽气着, 向我伸出了小手, 看着女儿哭得通红的小脸, 我瞬间泪如雨下, 扑过去将女儿死死搂紧了怀里, 我的可可, 小心翼翼将哭的嗓子, 都要哑了的女儿抱出来, 刚要和老公离开, 妈妈突然疯了似的拦在了我面前, 还妄图把可可从我手里抢走, 你个不笑的东西, 居然敢让你男人, 打你舅舅和远, 你要是不想让我从这楼上跳下去, 就给我把可可放下, 再立马跟你舅舅和远去房管局, 不然, 从今往后, 你就别再叫我妈了, 妈妈披头散发, 目光凶狠地盯住我, 如果说, 我刚刚在门外, 还对她心存惜迹的话, 那现在我的心已经彻底凉透了, 好, 我死死抱着女儿, 落下一个字, 妈妈面色一喜, 她以为我再次被她威胁成功, 答应了要把房子过户给王远的事情, 可还不等她说出更多让我厌恶的话, 我就继续说道, 从今往后, 我们断绝母女关系, 说着, 我又厌气地瞥了眼趴在地上的舅舅全家, 冷笑出声, 你们王家人, 最好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否则, 我不能保证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 说完, 我抱着女儿, 毅然决然转身离开, 离开舅舅家, 我先带着女儿陪陪老公去诊所包扎了伤口, 这才跟他们一起回了家, 可可今天受到了巨大的惊吓, 不仅片刻不离地要我抱着, 还不允许老公离开她的视线, 看着犹如惊强之鸟的女儿, 我背从心中来, 眼泪再次不停掉落下来, 妈妈不哭, 女儿柔软之嫩的小手, 轻轻拂过我的脸, 擦掉我不断掉落的泪珠, 晚上好不容易哄着女儿睡下, 我和老公身心疲惫地坐到客厅, 四目相对无语凝掩, 依我看, 他们应该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老公捏捏眉心, 心烦意乱地开口, 我当然知道, 我今天离开舅舅家时, 也只是因为气狠了, 才会撂下那句狠话, 可我相信, 按照他们恬不知耻的程度, 肯定不会就此罢手, 晚晚, 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 你对你妈, 还有你舅舅一家, 到底是怎么想的? 老公握住我的手, 簇眉深深望向我, 我苦笑一声, 事到如今, 我还能怎么想? 一想到他们对可可生出那样恶心的念头, 我就恨不能把他们抽皮扒金, 听我提起这事, 老公的表情也一瞬间变得格外难看, 不过很快, 他看向我的眼中, 就浮起了心疼的神色, 行,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老公扶住我的肩膀, 郑重其事对我说, 晚晚, 让我们把这件事彻底解决掉吧, 即便老公不说, 早在知道他们为了抢房子, 把可可从幼儿园拐走之后, 我心里就也有了这样的念头, 我们夫妻俩一拍即合, 给可可在幼儿园请了半个月的假, 把孩子送去公公婆婆家后, 我和老公就分别行动了起来, 那天去舅舅家找可可时, 我虽然气昏了头, 却也没忘记留下他们绑架勒索的证据, 听完我是手机里的录音, 律师朋友对我这些奇葩亲戚简直叹为观止, 感慨过后, 律师朋友告诉我, 根据你提供的录音、 照片以及那条信息, 我可以确定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勒索罪, 不过他们的绑架勒索罪虽然成立, 但由于你们并没有实质上的损失, 就算你拿着这些证据去告, 他们应该也判不了几年, 律师朋友遗憾地摇了摇头, 而且你们从血缘上来说还是亲戚, 法院方面可能会酌情减刑, 但我却并不觉得失望, 只要可以确定他们的行为确实已经构成了绑架勒索, 那我就知道之后该怎么办了, 麻烦你了, 改天我跟健身请你吃饭, 律师朋友满不在乎的摆摆手,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回头如果要打官司的话, 只管来找我, 就当看在可可的面子上, 我给你们免费, 告别律师朋友, 我打电话联系了正赶往我老家, 收集舅舅赌博, 打架致人伤残, 往远在校敲诈勒索, 偷窃一系列罪证的老公, 至于妈妈和舅舅那头, 他们竟然到现在还以为我只是在吓唬他们, 居然还一天到晚打电话, 发信息说王远马上就要开学了, 让我抽时间赶紧把房子给他们让出来, 为了保留他们绑架勒索的罪证, 我忍着恶心没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删掉, 我的棱厨里显然更加激怒了本就愤怒的他们, 这天我刚下班就接到了妈妈打来的电话, 方婉, 你是不是真不想认我这个妈了, 今天就是我给你下的最后通牒, 如果你明天还不去房管局, 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 电话里, 妈妈的声音歇斯底里, 刺得我的耳膜生疼, 我苦笑一声, 反问他, 妈, 你真的有把我当做过你的女儿吗? 如果有, 那我怎么一丁点都没能感受到? 迎着夏日闷热的晚风, 我没忍住哽咽了一声, 这些年来, 你心心念念的只有你弟弟, 你侄子, 你们老王家, 你什么时候把我, 把我爸放在过心里? 妈, 我累了, 真的, 我不是我爸, 我现在也有我自己的家庭了, 无论你以后还认不认我, 我都绝不会再像爸爸一样, 继续纵容你们了, 吼完最后一句话,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可跟亲生母亲闹掰的阵痛, 却像潮水般向我席卷而来, 几乎将我淹没, 妈妈, 恍惚间, 我忽然听到可女儿的声音, 我连忙回过神来, 就见被婆婆牵着的女儿, 正乐呵呵地朝我伸出手来, 我小跑着冲到女儿面前, 将她紧紧抱在怀里, 女儿却像是什么都知道似的, 用她的小手轻轻摸着我头发, 柔声安慰我, 妈妈别哭, 可可会一直爱妈妈的, 听到女儿这句话, 我的眼泪瞬间绝滴, 可我保证, 这是我最后一次 为那个所谓的亲生母亲流泪, 老公的工作很快, 不过短短三天, 就收集好了舅舅和王远的罪证, 他们不是想要我的房子吗? 不是想让王远上重点高中, 指望着他以后飞黄腾达吗? 我倒要看看, 这么一个劣迹斑斑的学生, 晚上, 我边和老公整理他们的罪证, 边视频联系了律师朋友, 呦呵, 寡儿啊, 你这舅舅和表弟可真是五毒俱全了, 除了杀人放火, 就没他们不敢干的事了吧, 看着他们犯下的累累罪证, 饶食我这见惯了大场面的律师朋友, 都忍不住嘖嘖称奇, 依照这些证据, 最多能判他们几年, 如果不是实在达不到死刑标准, 我甚至想让舅舅直接死在监狱里, 少说十年, 但如果他绑架勒索的罪名成立的话, 二十年也不是不可能, 律师朋友笃定告诉我, 我缓缓吐出一口气, 嘴角终于有了笑容, 知道他不会有好下场, 我就放心了, 挂掉和朋友的视频, 我跟老公相视一笑, 从彼此眼中看到了解脱, 舅舅被警察带走的那天, 我和老公特意去围观了, 看着妈妈和舅妈, 披头散发追在警车后面, 跑到鞋子掉了都来不及穿, 可最终还是狠狠摔在地上哭天枪地, 尽管有些冷漠, 我还是无法控制的大小出生, 原本只要他们安安分分, 即便这辈子不能大富大贵, 也能安稳度过, 可他们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贪得无厌, 不该伤害我的可可 一审宣判, 舅舅因为绑架勒索罪, 故意伤害罪, 聚众赌博, 恐吓勒索等一些列罪责, 恕罪并罚之下, 被判处了有期徒刑22年, 他今年已经年近50, 等22年后除了监狱, 也到了快入土的年纪, 在得知舅舅不服一审, 想要继续上诉的时候, 我和老公去了那所, 他们花了爸爸20万遗产, 才终于把王远塞进去的重点高中, 说明来意后, 我们被带到了校长办公室, 贵校一向择忧而路, 我们真心希望, 您千万不要为了眼前的迎头小利, 就毁了整个学校的名声, 我将王远初中三年的所作所为, 全部摆到校长面前, 看着面前的累累罪证, 校长从怀疑到相信, 再到大惊失色, 最后, 他真心感谢了我和老公, 说多亏我, 才免了让这所全国驰名的高中, 轻欲被毁于一旦, 走出学校大门, 我跟老公对视一眼, 刚想说些什么, 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 打来电话的正是妈妈, 方婉, 你立刻找人脱关系,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要花多少钱, 都一定要把你舅舅从里面捞出来, 即便到了现在这样的时候, 他对我仍旧是以止气使的态度, 花钱, 妈, 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我哪儿的钱去帮他平事儿了, 我不管, 妈妈歇斯底里着, 要是没钱, 那你就去卖车, 卖房, 我打听过了, 你那房子是学区房, 至少也能卖个一千万, 再不行, 还有秦健身他父母的房子, 我不管, 他可是你亲舅舅, 你必须救他, 不然我就从你家楼上跳下去, 让全天下人都看看, 你方婉就是个没良心, 没孝心的混账王八蛋, 听完了他的咆哮, 我才冷静开口, 妈, 你该不会忘了, 你已经主动跟我断绝关系了吧, 再说了, 你那宝贝侄子还活着呢, 你真忍心抛下他去寻死, 你这个, 妈,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妈, 我打断他的乌言慧语, 没再给他骂我的机会, 你想要是想然你弟弟在监狱里过得舒服点, 以后就别再来招惹我, 不然, 我可不保证秦健身会做出些什么事来, 你知道的, 他人脉一向特别广, 监狱里可也有不少老熟人呢, 说完这句话, 我直接挂断电话, 然后把他, 还有王家所有人的联系方式, 统统拉黑, 删除,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想见到任何一个, 跟王家有关系的了, 他们的存在, 只会让我觉得无比恶心, 哇, 原来在我老婆眼中, 我居然这么厉害的吗? 老公夸张的语调在我耳边响起, 我挑眉看向他, 抬手勾住他的下巴, 怎么? 不行啊, 行行行, 老婆大人当然说什么都是对的, 老公温柔地笑着, 将我揽进了他怀里, 我们在剩下的艳阳中拥抱, 庆祝我, 总算摆脱了狗屎一般的人生,